医疗之爱无国界 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所举行的 国际慈祭仁医论坛 许多医护把握机会经验分享 他们是如何跨越了宗教国界 发挥大爱精神 医院不只是提供医疗服务 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 国际慈祭仁医论坛上 各国医疗人员分享落实 推动健康促进医院的重要 配合论坛主题跨越医疗的爱 大会邀请到仁医会穆斯林医师 扎查理夫妇 以及印尼努鲁亚伊曼席经院院长 见证大爱无国界分享 我们可能有不同的颜色 不同的 religion 不同的 race 不同的国家 但是我们的目标是要求人生 我学习习习近平台湾 在全世界的国家 他们有非常多给产党 所以很感激 我不能把我的哭 从这训绕节议会 非常非常非常吸引 你知道他说吗 我的钱 我一直在想 去改善我的患者 此际血隆分会与联合国难民署合作 在医疗及教育上 提供难民援助 改變無數難民家庭生活 緬甸難民漢尼夫只是其中一個 最大的困難是 要求獲得健康的健康 它會花錢去醫療 它會花很多錢去醫療 與蘇智和UNHCR之間 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我們一起努力 為我們帶來資源和資源 一起做一種不同的地方 醫療無國界也沒有宗教之分 期許現場醫療人員 將醫療人文精神 落實在工作崗位中 待新聞真善美志工 馬來西亞綜合報導